路透社的报道 文染创办人比尔盖兹已经抵达了中国北京 16号可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将是习近平近年来第一次跟外国的企业家碰面 而比尔盖兹的推文也说 这是他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 让他相当的兴奋 而盖兹也说此行将跟15年来 一直跟盖兹基金会合作的中国伙伴碰面 但是中国国务院遇到记者提问 对于这件事情并没有回应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